歷史為盡 以鼓見直 笑談天下 新鮮事 齊有此旅 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謙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我們今天請來的這一位 很多人稱他叫音樂鬼才 但是我覺得用音樂兩個字 就捆綁住他 這個太可惜了 為什麼他會唱會演會主持 還會倒戲 那你說這不就是演藝圈斜杠而已嗎 但是能夠斜杠到樣樣精通 這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他的歌詞 他寫出來的歌詞 句句有畫面 而且感動人心 這一位是誰呢 他走紅非常久 我看到他 我真的是可以跟他講一句 我是看著他長大的 何許人也 他就是台灣的一個 鄭敬儀 說兩句話有嗎 對啊 我今天是要來聽你說話 聽我說話 對啊 我啊 這時候牽制這麼久了 其實 我們牽制裡面 再厲害的人什麼我都見過 其實我都 一般我是看不起他們 我們演藝圈的人 其實蠻看不得的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在電視鏡頭 看到一個 哎唷 他不是個演員 也不是個歌詞 可是呢 他那個講話 各方面 後來有蔡英文 你是個什麼歷史老師 是 是 這不簡單 這不是學的工而已 所以像我比方 我跟各位報告 像我今天來這裡 真的我是不會來的 因為他那個錢非常少到 少到還要倒貼 可是我想 哎 來跟這位 我跟你講 就是在我的心裡面要認知 一個人真的很懶得 而且你是 我這種叫內涵看門道 我當初一看到你 我看你聽了三句話 我就知道你將來會不得了 為什麼 當然不會比我厲害 這屬性 這屬性 但是你的某方面 那個真的 我小弟 忘成默契 這不像一個 你放到人家 我現在老了 我現在年紀大了 有在收 有在收 欸一個 我因為其實 因為我主持在看你大人 你接受專訪也很多 但是我沒辦法理解 是六歲就開始唱歌 對對對 六歲孩子生了 是要怎麼唱歌啊 沒有 這世間有經典 很多人我們是無法理解的 我就算那一種 是那種 我也不是 要怎麼說 因為有兩個字嘛 我們都一直覺得 也好像有看到 我又好像不理解 那個人叫天才 天才 我跟你講 但是我要跟你講 天才卯分 好壞 卯分就什麼 比較高的 我是天才 天才班裡面 成績最爛的 放牛班 你說像我大天才 一定是貝多芬 阿瑪 是 艾迪生 他們就是 艾迪生不是 艾迪生不是演講的 不是 他就是天才 我講的天才就是各個領域 每個領域都會有天才 比方說李小龍這種 是 或是畫畫的那種 都一定是天才 這世界上是因為有天才 我們今天還能活得這麼快樂 比方講 我們不要說發明電影 我們只要一張 這張電影就發明不出來 我們的攝影機也發明不出來 他就是有天才去發明這個 你說車啦 電啦 還是說灑口什麼 這都是天才發明的 一定要有這些人 他來創造出 比如說 就像電影的話 你又碰到這個 Stim Spielberg這種 他才能拍那麼好的電影給我們看 我們拍不出來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天才 發明這個世界上各個東西 來讓我們想 發明鋼琴 什麼的 我比方講 假設說鋼琴 我要講天才的意思 假設說鋼琴 你要學到會就很難 你要學到很會彈 那就更了 你要學到全世界最會彈的 還不如那個發明的 嗯 你想 沒有你發明 你要扔什麼 他要來發明 當他平常都很困難 你要扔得很厲害 他不知道哪有什麼突兵 發明那個 五個黑劍 然後其他白劍 然後他幾個劍之間 才會產生和弦 對 那個手指 都要再剛才罵罵罵罵罵罵 我一直覺得 那個都不是人 基本上不是人 是人發明不出來 我所說的意思是 但是你六歲開始唱歌 就拿第一名回來 就英文的第一名 沒有啦 親才人人的第一名 不是 我也不知道啦 因為我們是爭壞人 我們家人也沒人唱歌 就是 我記憶所及啦 當然小孩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我就是很適合六七歲 然後 我們那就是 大家吃飽了 我之前爭壞有一個 沒有 都有一個烤蝶子嘛 我記得 我記得是都會把我帶去那個 會把一個椅子騎 然後我來唱歌 就給我唱歌 說多多唱 我是不知道啦 我是不敢說多多唱 就非得 我如果唱了 然後隔壁跟我們老母說 你那小孩幫我唱 沒有去歌手比賽 是 我只要叫我去歌手比賽 我幾年我就天下無敵了 我現在說的 不是說我會臭屁 我現在說的都是歷史見證 都屬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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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對啦 你比如說 我記得我留印名片 就是 有印妹記 五個電台就對了 舞台冠軍 我那名是五台冠軍 然後我去那裡都第一名 都冠軍 有一次我做龍千玉 龍千玉說 老師老師說 他說有一天他去電台 主持的台長跟他說 他說 他本來 那個台長也很喜歡唱歌 反正聊天 很喜歡唱歌 有一天他就去歌手比賽 他覺得他是一定的 第一名沒人唱的 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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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招不下去 他說 他說 後來他唱 比賽都要唱一首唱 要唱一首唱 聽到一個小孩去那裡唱 他說聽到 他說聽到我唱第一句 他就知道他輸了 他沒人啊 然後那個就是我 這是龍千玉說我的故事 反正我 我覺得我小孩 我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我唱歌 我小時候我只有 因為小孩沒有 不會懂太多事 我才知道我天下無敵 大家看到我就是爭地惡 電視廣告 大驚人氣 而且我天生對這種 英感 英感很好 聽到又如何 那個處理方式很好 唱歌是用處理的 唱歌用處理 對 用處理的 什麼意思 對 就是我怕說你聽不懂 我知道 我如果聽就不用叫你來了 對不對 我來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什麼叫做處理的 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拍照差不多啦 拍照就不會到處理 所以一般人 如果唱歌就是 他會將歌詞跟音唱出來 要用它最原始的感覺 所以他唱 這些都正常的 但是 譬如說 這個東西 都唱到我 我就知道 這樣唱 不合適 差很遠 剛才不會到處理的 是 所以 所以 柯比方說我在唱 我是每一日 我的唱法就不一樣 我比方說 我的聲音 發出了共鳴 在哪個地方 這樣太唱了 不會 我這段在聴手 學習 學習 我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我暗算說 等你這個人都拿了 我就要來主持秀場 你知道嗎 沒有在這裡 大家做參考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唱歌 尤其 全世界 台灣人最喜歡唱歌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都 有時候都要講一下 什麼地方 要這樣 其實 例如剛才說的 處理就是 三明海世 要這樣說 因為我剛才睡覺沒什麼聲音 現在不用聽我的聲音 我說那個 圍徒氣 圍徒 圍徒 三明海世 那就是 中字 要說出來 這樣 像我的就是 三我的 三明 三明 三在這裡 鼻香共鳴 鼻香 三明 因為那個名 一定要鼻香 三明 這樣不太聽 三明海 海就是在這裡 還加上去 海一直 管音的地方都要唱在上面 是 三明海世 軟 再下來 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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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拚起來 軟 起來 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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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胸腔共鳴 是 我是 然後聽起來那個聲音 那個歌裡面 就會有感情 是 你試試看你唱什麼 不行啦 健小 不會啦 我告訴你 讓你唱一下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要說這句 真的嗎 讓我揶到喔 沒有啦 其實阿伯錄影子之前 旅節的時候我唱兩句就聽 哇 差不多你唱真的不錯 差不多我三歲最準 不錯 黃士賢 我錄音的時候 黃士賢剛才剛才我說 你 哇 你已經我倒閉最準 我比比較厲害 你三歲了 要倒閉而已 憲哥耶 黃士賢 您倒閉了 都倒閉了 全國都要倒閉了 剛才剛才你說共民走來走去 這個問題 你在台灣看過一首 你這就對了 我聽到這意思 在我的認知 這是我的認知 沒有順利 你如果聽到就聽到 我怎麼聽不到 你不要想我去 也不是我臭皮膚啦 對 大家做參考啦 是 這是比較專業的我講而已 你剛才問我什麼還不記得 這個共民走來走去 你怎麼看過其他的廣場 我們台灣 我的認知裡面只有一個人 唱歌跟我一樣的 那個叫鳳飛飛 已經翁生涯 對 翁生涯 怎麼說就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沒有什麼 因為一般人唱歌 就是那個聲音而已 你說什麼都一樣 卡丁也好 你又 余天 余天什麼 都一樣 陳蕾什麼 他們唱著就是 他們怎麼唱 都是那個開口而已 但是那個歌行 譬如說沒有下衣 他沒有辦法駕馭他 他沒有辦法駕馭他 當然有一個也類似 江蕙啦 江蕙啦 江蕙他也已經 但是他還差了一點點 我照顧的認知 就是說江蕙就是說 他什麼歌唱歌 都保持差不多要九十九分 這樣 像我 像我跟江蕙那個 那個誰 那個鳳飛 就已經不在分數裡面了 是 沒辦法打分數 沒辦法打分數 就是說 程度跟境界 我常常說程度 什麼程度 就是說你好像 你就扣九十分 我扣九十五分 我比你那樣貫子 但是 我是境界 就是跟這個都無關 有一個句話是這樣說的 你考九十九分 是因為你的能力九十九分 我考一百分 是因為最多 就只能一百分 是這個意思嘛 你那一領書 對不對 好說 有學問就這樣 就是這個境界嘛 對不對 那個境界 你看這個世界 跟這個無關 是 你已經入口境了 所以很好 所以我的境界 我們如果到這個境界 就可能 就沒有對焦了 是 就沒有想要再突破了 對 這樣就 我真的要拉拉的 我就贏了 要想要摸三大 所以也不說贏了 我告訴你 我請人家說 我唱我 不一定比你更好聽 但是我只有一部 我比你更好唱 好唱跟好聽 都無關 怎麼說呢 好聽是在人聽的 有人喜歡聽高音 有人喜歡聽張宇宋那種高音 有人喜歡聽低層 蔡琴那種類似 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聽的人 我講低層 不管聽的人有沒有程度 那不管 就每個人喜歡的音 那個歌是在人聽的 在人聽的 但是狗唱 那就不一樣 比如說 比如說 心蘇愛耶 譬如說 心蘇愛耶 這樣 適一遍人 我們就有一些技術 心蘇愛耶 適一遍人 就把它翻來翻去 這翻唱台灣 有一個跟我差不多 可以跟我翻唱 OK 小哥 一些跟他錄音 我今天唱歌 他就把它翻 哦 所以 你這個唱法是不是 台灣最早的RMB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RMB 但是音樂 唱流風歌這種 我們不能否認 全世界最好的 一定是美國 因為他們發明的 是 我們台灣沒弄 我們台灣就是歌謠 手啊 誰啊 去這樣而已 那 這個 有時候我不喜歡 我們太講太深 因為被得罪了 是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蠻看不起我們 我們 包括你 包括我們台灣 做音樂 或是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還真的差 是 那個人 我現在說得聽 那都沒太多 好 音樂裡面有七音 羅列明和蘇拉西路 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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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沒有C跟發的音 沒有C 我們少了C跟發 那個叫半音 是 沒有半音 它就整個結構 我現在就 這是 怎麼說 不完整 對 所以你看 所以音不夠音 不夠音 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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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下去 再有和弦 因為它有C跟發的音 它才能夠 它有六條線 它還可以自彈自上 國樂都不行 因為國樂只有一個音 每支 每一種樂器 它只能有一個音 所以它不能有和 它沒辦法有和弦 除非你有三把在一起 我彈兜 你彈咪 你彈收 但是如果一個人就沒辦法 你看 像我們中國的陽琴 就等於外國的鋼琴 那你就咚咚咚咚 可是陽琴也是只有一個音 他沒有幫鋼琴 就和弦 他沒有辦法 要幹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你說 你說 你說這樣 我們也不會 你說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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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也像 他才能 因為 那個什麼 所以 我講這個音樂來講 所以 它在這個 我再說一句話 我再說一句話 那一個 你沒有想過這麼多的音樂教育 但是我沒有在電視看到 你的音樂器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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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想過這麼多的音樂教育 因為我看你的主題 你今天怎麼唱歌 你是怎麼學很多東西 我沒有 我就跟他說 我還跟他說 我沒有 你們聽起來有一點 但是我真的是這樣 你是要說我認識 不會 你最好處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世間 每一個人都以個人的能力 這段我就比較學我 這樣而已 我在別的地方 我只有一個電視 你電視我都不要 我就生活白痴 可是這方面 我總是要有一兩個人比較 對這方面比較優秀 我才能表演給大家 大家才 這事實際上我們可以享有 分享一些事情 是 我們就直接比較厲害 我就 我們會分享給你 人家比較厲害 收你電視 收你平衡的 人家比較厲害 就分享給我們 讓大家 給大家 不是…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我沒辦法理解 就是 更勤勞在你面前 你去摸兩個 你就了解他的角力 我告訴你 莫扎特 阿爾迪斯 是 四歲 他就在 國王民情 在那裡 肯定四大人有栽培 沒有啦 四歲 要怎麼栽培 四歲不可能栽培 出事就好了 有些東西 它生下來 就與生俱來 你看 我們現在看 以前 媒體這麼沒有發達 我們還不知道 原來是有這麼…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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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只要上網去看 我就說 那孩子三四歲 打過就跟他交響在那裡 那跟那個 練習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就是與生俱來 可天文 可天文 哪天文 我現在譬如說 譬如說我小孩 我小孩在唱歌 譬如說 白毛丹 我六歲還是五歲 我就知道他是 米蘇拉蘇拉 我現在譬如說 是 炎發爐煮 你不知道怎麼落在米 我不知道 對嘛 沒有人知道 我就知道 好 譬如說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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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蘇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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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我就知道 我如果 我就聽得出來 我聽得出來 你聽得出來 很大聲 要和弦 要什麼話也無關 沒有 因為你如果聽不出來 你就不懂它音 是 那彈那個 彈樂器 最主要你要是它的音 你 你 你要知道它的音 是什麼音 你沒有音 你不知道要試多少 是啊 對啊 我這個沒有跟你解釋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 可是我第一次彈鋼琴 跟現在一樣 我就起床了 這個本能 這就叫做都沒有進步 都沒有進步 我一小時候叫一個妻子 我就知道要怎樣 本能 這我也要 我們叫本能 你的本能比較少 我這一方面本能比你強 這樣而已 我們頭腦裡面 每一條筋都代表著一種才能 其實 就是 我以前講的那個妻子 他說頭髮 你知道我們身上 最沒有用的是什麼 頭髮 你說頭髮有什麼路由 最主要是做的 還是說 還是說 美觀而已 頭髮 一支就沒有 其實每一支頭髮都有 它有代表著一個才藝 或是什麼 各方面 科學 什麼 是 他已經說 是這樣說 然後 他本來有一個星球 就是全部都超人 他就是這樣 就是 夫人跟夫人做派 做派 做派是什麼 他們就是 不行 他危害到其他影響 所以就把他們扁 把他們 驅離那個星球 把他們掛出 掛出 掛出要進去 像他們同盟的所有的功能 都要消掉 消掉 等著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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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都沒有消掉 不可以當都消掉 處理得不好 對啦 有那些疾病 還有那些科學 還是技術 然後他有 所以才會 這些人 才有在地球上 這樣就對了 這樣一個 你當時我感覺你對 藝術有天分 因為 我說小弟我 做小孩 我以前 國文科本的 有些老師都要叫你 背 你今天怎麼有天分 沒有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九倍 三十幾歲 那時候 一次要出席 一個月 要叫我講禮拜 禮拜 我們都知道 但是 我打過兩首的詩 但是 剛才說禮拜 就做這個禮拜 因為 這有人太多 我們要做一些準備 我都現禮拜 西釵 我看來將近久 將近久 將近久 也沒有認真 背 我就給我看 你可能感受到 你會感受到禮拜的心情 不免金 我就背開了 你當時 我發覺 我這行就是比別人更厲害 那也不知道有什麼 不是 你如果 人是這樣 你如果鄉鄉厲害 開竅 不是鄉鄉開竅 你會感覺 我就當出席就很厲害 所以我沒有機會去知道 我到底有多厲害 而且我跟你講 我到底有多厲害 不好意思 臭皮疊 趙先生 我真的還不知道 好 比方說 有一天 我就想 我直接出名 平方看人家削毛筆 我就想 我削毛筆 削筆本人更漂亮 好 我都連連就不用 我沒有任何那個派 是 可是我寫就很 你也沒有臨摹過 沒有 而且我寫毛筆 你是還要這樣 你要給我白紙 你給我畫格子 我不會寫 我會寫得不整齊 你一定給我一張白紙 我怎麼寫都直的 間隔距離 聖功力有一個GPS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萬法歸眾 其實人類裡面 我們都是靠邏輯而活的 就是邏輯而已 我知道邏輯是什麼 當我一接觸 我就是要邏輯 比方說 寫毛筆字很簡單 你要寫詞 因為大家在寫 都是寫這句 比方我寫這句 就人字寫 那你寫第二個字的時候 你還是看著這個字寫著 我不是 我從第一個字 比方說這個文章裡面 有三十個字 我從第一個字到三十個字 我都是看著全部寫的 OK 我的Focus 不會說你 不是在這裡而已 是故意的 對 對 所以你開始 不管是你要寫意 或是要畫畫的時候 你的格局 那個度 已經是猜好了 對 已經可以猜好了 跟這個聰明的人說的 就是很緊張 真的 真的就是 這是邏輯 你 譬如說 像其實一般人 比如說你會鋼琴 你大概也就 你要學其樂器 因為它其實萬法規 邏輯都差不多 你如果不懂 這個人家 就是 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他的音 我就說 你要做 你要知道 不然你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還 你還知道 藝達這個刺就是咪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 我要做的是咪 你也不知道要做 對 下去就不知道 不會太困難 但是我是覺得 所有的藝術 各方面技術 真的要有天分 我們不要說天才 沒有天分 成不了大器 像我祖父 他也是說 我都讓大家學 連帶滾度 我也叫我學 可是我覺得 就是沒有那個天分 是 你說戴智英 就是 生下來就是 你說李小倫 你說 生出來就是 我們這次 沒辦法 真的 周杰倫 就是天才 就是看他天才的 指數到哪裡 不然那些都是天才的 發揮到哪裡 對 就是說 語生俱來多少 那個 一個 你背後開始在冬天駐唱 也是要一個紀念吧 我 那時候你跟他 王英宏 我說這個 說不完 我 沒有了 我很複雜 我這個人很複雜 我的孩子 我說得比較複雜 我孩子 因為 六歲到十二歲 都在唱歌 都在唱歌 都在探錢 都在唱 現在 你看 男生 一到十三歲就不行 就開始變聲 對 要當大人聲 然後男生最難看的 就是十三歲跟十七歲 因為 都很難看 要打不斷 打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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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難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唱 也沒辦法唱 我們那時候 特色都是 我們粗多鐵跟頭 三分頭 反正就不好看 就不好看 就很奇怪 要七張的不對 然後就停了 然後到了 快到要當兵之前 我才去 那個什麼 南加西 鐵俠 鐵俠 連路 連路去做兵的時候 我做兵 還有一堆鼓 然後當完兵 我就出來 彈琴 出來 也是 都沒辦法 我們就是要唱 我大琴而已 我第一次要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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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只會唱歌 我不知道我會彈 我是不知道會彈琴 對 也不會去摸 沒有 然後 然後我一次 我找了一個兵 他說 他說 他就說 我稍微讓我去擺議台 他說 你去擺電子 流行的 電子 2、3層 什麼 是 什麼 什麼 好 然後就說 我來擺 我擺 碰到 我也說我擺 我就去了 好 剛才在新中的太陽城 太陽城 然後我去看 慘了 因為電視機我沒看過 但那一台比較大台 重點是我也不懂英文 起床背這是要怎麼做不知道 因為有兩三層嘛 我知道下面這台是用腳打背書 要怎麼打我也不知道 起床才知道原來 我如果要打背書 他才有一個水子就是那個按鈕 按鈕是一個BAS 但我以前唱過我這都沒概念 因為我沒有打背書 我早上打一年就沒打了 都開始唱歌賺錢了 沒有了 就都跟你分了 都開始分了 那時候就十三幾歲的時候 我現在說到黑白痴 黑白痴 調到這個 這個有聲音 這個調到一半 我有聲音 現在腳打這個 怎麼打都 都抄不分 你抄對 我才跟導演來 你派了 他說 他說 沒有啦 這個是BAS BMS 要在這裡 這樣我就開始專家了 好 這樣就開始專家了 譬如說那個最流行的什麼 熱情什麼 這裡 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 因為我穿鞋子不會這樣 我還把一隻鞋子脫掉 放在旁邊 因為你穿鞋子不要打 穿鞋子沒有出感 就像國人 穿鞋子不要塞車一樣 然後才開始 就亂談 反正 你知道我後來我才知道一件道理 為什麼我彈鞋子 其實我要跟各位講一件真的 但你聽了也不要難過 因為我 因為我刺定你們聽不懂 我求你不滿 我就是求 不是 都差不多 就是在邏輯而已 大家都同步 你如果最近外交說 賣不贏 他都說出來 他說我快讓他們聽不懂 我如果跟別人在討 我差不多要學習 我就黑白說 說到連我都聽不懂 他就輸了 對不對 我自己聽不懂 他就聽不懂 他還要問他 他還要學習 學習 所以以前我們主持社會就是這樣 黑白說 說到主持節目 做小孩一定會看的 鑽石舞台 那時候 當時 老三台的時代 不是像現在 媽媽都藝人 我常常說 台灣連演藝圈都通過膨脹 現在藝人比綠豆還多 那時候你太 扶鏽而去 這個就要講一講 我就清操了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太喜歡講這個 因為我一講的時候 覺得哪有可能 在爭執 平安 我真的 這世間什麼樣都有 其實我是一個 也是 我自己都覺得 我非常的奇怪 我自己也很有自卑感 我也覺得 我十分 你自卑感 你要說我幾天 因為我現在跟你說話 都是自卑感 在說話 我如果是糟糕 我今天都不會糟糕 對 好 好 你這樣聽不出來嗎 來 是 很亂 你已經在亂我了 不是 不是 我現在比較有效用 我現在講 我現在 各位講 你現在聽我講 像你那個年紀看我 又不一樣 我現在69歲了 再一個月我就70 你一定要想 那個人老了 哇 真的 你現在聽我講話 或是我唱歌 或是幹什麼 我真的 沒有30歲的 三分之一 你現在沒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沒有三分之一 所以 現在 我現在講的 第一點 我以前我也講了一些詞 或是什麼 我忘光了 像裡面是有底的 你有沒有讀書 我是沒有 所以我是懷孕的 現在懷孕 久沒講的不記得 你們有在讀書 你知道頭上這句話 你後面就這句話 我沒有 我是黑白頭的 阿哥現在反應 真的嗎 我反應變得很慢 沒有 以前我 譬如你來講話 他都不記得 有人講話 我沒聽你講話 我一個人可以主持 四點多聲唱 二十幾條 不用主持贏 笑了 人好 阿哥 阿哥 我還有一個 我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 就是說 我沒有想好 譬如說 像我出手品 我出了很多 二二三四 我都不打歌 因為我不要紅 我不喜歡人家唱我歌 我稍微有神經病 是 看起來 我請 我請 你贏了 對 人家說 伊哥 你的歌中 不好意思 我說 我是唱給你們聽 你們聽就好 什麼人叫你哭 是 你是要學衣 是 了解 你說Michael Jackson 你看就好 你是人一條 你只要學衣 你是平衡 我以前是這樣 我 反正我就是 但是我 我這個人 我的人也對那個 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跟千條 我 不要說 我好像糞圖 是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真的一點都沒有遺憾 所以你也講那個 所以我 當初三代 我回紅心 我電影什麼 因為 那時候我主持協命 可是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說 我覺得 我們這個台灣人 跟我們相容 一些小孩講話 什麼的 年輕的講話 都很無聊 我就 我現在講今天 我就覺得是 我跟胡瓜害的 差不多張飛 我們這幾個 因為我們講 就是 簡單的一句話 可是我們會用 另外一個 反的方向去 造成對方的 達不出來 產生自己的優越感 所以變成 大家都學我們 所以你看到一個小孩 你如果說話 硬碎硬碎 都說幾個聽 朋友說 你是那個 你是在撞邊兩個 你長得這樣 不會撞邊兩個 這都是我們以前講的 是 我不敢說社會責任 但是我就覺得 沒有 但是以前你們的公司 會影 影響回來了 影響回來了 因為 我其實 很多人覺得 我算比較幽默 我在開講講 幽默感這件事 我說幽默感 梗要做在自己身上 你想 我們公太平 我剛剛想做得最好 朱大哥 在各種 以前你看 在各種 那本門那個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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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鳳高大哥 他先給他掛 你拔手 掛什麼 有的不的 但是他掛了 他會把梗做 他想說 你輸七百萬新聞 三四五天 我輸到兩老家座不配 九人接受我 好 我現在再來跟各位講 因為 因為這種東西 就 我們比較 我們就變成表演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表演 即使說 我跟妳講話 在那邊開來開去 都知道 我們在表演 給大家看 你就看這樣 可是他 一到這個社會 到這個 老百姓這裡 他不一樣 他以為這樣 他說變隱文 可是就是這樣 他收不 像我們 比方說 我現在比方說 就是我如果給你看的時候 譬如說 喔 這是多少 看起來好像是 上邊兩個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才看了一個上邊兩個 就是我會把它 圓回來 這個就照著 那效果是在 我講那句難聽的 讓大家笑一下就好 但你要圓回來 紅 紅 對 對 那個就是一個表演 可是 一到台下的觀眾 以外他們就 他們 還有很多人 他們不會就知道他們回來 原來就是我 張飛 英明 我們這一代的人 還可以原來 一直到了吳宗憲 這就不行了 吳宗憲已經都在我家裡 每天跟著我 反正說他們 幫你抬 但是他們不會太多 就造成這樣的情況 所以後面的就越來 因為 因為 錄音只需要聽到的只割 只割 我給你面書把它割掉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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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白人收不回來 白人收不回來 他們不要收了 因為困難的是 因為其實他這個邏輯就是 就是正面跟逆將這樣而已 我們可以逆將 對 可是 依然不會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 這個東西你如果 不會使用的話 它就變成不好 因為 這個我告訴我 這有學問的 你知道我告訴我嗎 這個像有 我們上課以前也有小孩 但是你要有一個勞推啊 對 比如說 我想說 我講他大塊 但是你要贏回來 我比你更大塊 你要贏回來 比較不會讓 小孩說 自尊心受損 對 大家都在找 你要贏回來 你看現在 現在你看 比如說 你如果看他們 也看了一家族的時間 對 你看他們 變化到現在 他們贏回來 繼續生這個 你會看是怎樣 沒有進步嗎 還是怎樣 沒有要跟你說 因為我們以前的年代 觀眾 都比較高興 大一人人真正善良 民生都大到笑容 我現在描寫是 那個時代的高雄 都一種 現在沒有一種 是 現在 現在的高雄 就是大一人 在那裡 台來台去 對啊 所以 時代背景不同 我跟你講 表演的人不同 觀眾不同 他會產生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 現在 現在的小朋友 可能比較不喜 不會再欣賞我們 那個年代那個東西 可是像 吳俊錡就是 年輕的這一輩 什麼 什麼 那個 他們是另外產生 就像 我們以前的歌 大家聽了 很多 現在的歌 老頭也沒聽 跟周志偉倫在唱 不知道在唱什麼 不是他們不知道在唱什麼 是你聽 聽了沒有 他們在唱什麼 對 這個什麼 這個沒有對不對 也沒有誰比較厲害的問題 是 它就是一個時代 那看大家 都要穿著打八戶 打八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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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widget 我 我 寫 就 就 你 就 你 明雖 你 我們不敢說對這個社會有好處 或是說改善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可以影響 所以我就會用寫作裡面的東西 來影響一下 譬如說我們覺得台語歌很爽 我就不願意 我告訴你 因為 寫歌這段要叫你講 我們可能要講到每年的八月十五 我可能沒那麼久 寫歌我們來講一個以前的秀場 因為前幾年 朱大哥用語之後 網路有一些以前秀場的影響都拿出來 你們以前秀場那有洗過嗎 有洗停過嗎 就是大家買到過嗎 沒有 這看過人的說法 一般人是 你如果像 因為 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我們秀場很爽 就是那個 桑菲 尼敏蘭 豬高梁 賀宜航 賀宜航 賀宜航跟以前分作兩卦 一間有做台語卦 一間有做國語卦 第一卦就是林蘭埔 譬如說拿補舊 他們都是豬高梁 他就是豬高梁跟賀宜航跟黃西田 康宏 康宏 延室的台語卦 我跟張飛胡瓜 我們算大八卦 因為他們以前沒有在錄影 我們都好每天要錄影 所以你沒辦法對國那時候沒有 沒有高速公路的 你沒辦法說不夠 所以我們就一直都在台北 你想譬如說 以綜藝節目來講 我們都做八點的 就禮拜六 禮拜天的八點 都是八點 八點一直都國語的 都不能說台語的 以前有國語的政策 所以豬高梁不能去台詞台主席 他就說台語的 他不準 所以就比較沒問題了 他會覺得他比較弱 我們就鼓勵要結 所以一開始我就經國語卦 我就去對張飛 對張奎 所以我就走到國語卦 所以張飛算你生呢 主持改算我們生的 因為我本來都不知道 我給他唱歌而已 我怎麼會說唱歌 我聽說唱歌就說 我剛才看張飛跟張奎黎上面表演 我在台下看 他們表演那個歌中劇 說唱歌 我都很厲害 我怎麼好唱 我都說他心 有一天我自己起在上面 我才知道說 我是佛祖 你上一次用打什麼聲音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就是 我要這麼說 這就是一個邏輯 不是 我們這些演出而已 我們講的都不代表本台立場 就是講給大家唱而已 晚上我一個講完之後 大家有的人覺得很好唱 台主席說 我幹什麼 噴一噴 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噴一噴 剩一瓦太好了 其實各位 我真的不臭 我就是效果而已 穿我做 後來我講一個 因為我聽噴一噴 當時變慣勢 人設 對啦 我怎麼不能客氣 我只客氣就說 這樣價錢不好看不好唱 我看過一段就是 朱大哥跟荷陽訪問你 我還記得那天你唱淡水無色 我是不記得 那天你唱淡水無色 今天大家觀眾非常好運 聽到我在這裡唱歌 朱大哥就走出來了 開始把你騙 你們兩個在那邊對喬 這樣嘛 對啊 所以那個都沒有生過 沒有 因為我都 所以我這麼說就是 像台語歌的 一般都會有生過 對喬 因為你如果說對喬 對喬 不是 對喬沒有人 有什麼東西就是我告訴你他們 你說什麼 他們比較熟 熟 那個劇 短劇類似的演出 我不是 像我說過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現場 我就直接撞 我就不說 那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太麻了 是 我一開始也有張揮一頭 所以 所以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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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給你訪問 我做生意 我要訪問 現在你給我 你如果對我這麼好 說我沒有客氣 現在張揮出來 才有出來 開始要訪問我說 師傅 報告師傅 他欺負我 然後張揮就過來 走開 你欺負他 再講一次 你欺負他 你說是 張揮就告訴你 謝謝 這樣 這樣 到這裡破梗 反正我們的邏輯差不多都是這樣 就是說 你說這樣 我講另外一個 逆向 但是那個逆向 我們說逆向思考 我們都認知了 我說這樣 逆向思考就是這樣 就是我這邊南北這樣 其實不是 從這裡開始 這個繞個360度 都是逆向的 是 就是看 逆向裡面有很多位 你就撿那句最好笑的 我就不要順著你的思路走 我會想到一條路 是同樣的 等到那裡 但是這句話你會不會對 但譬如說 我現在還在台語 譬如說 邊邊 邊邊 我們這些人去訪問一個 不用訪問你 那你講的話 我譬如說 像這個小亮哥這種的 就比較小白的 他 你講一個 他有三個想法 找一句來回答你 可是像我跟胡瓜 我們都有十個 就同時會產生 我就十幾夫妻 那一般的人他出過兩個 三個 所以他那個東西一定比我 所以我們一定比較大的 就是這樣而已 以前秀場好談嗎 差不多做一個禮拜買一間房子 你說好談嗎 做一個禮拜買一間房子 一個禮拜幾檔 沒有 那個時候的房子 我當然 那時候放一間房子 你給我南部 三四十萬四五十萬而已 譬如說 因為個人建設不一樣 差不多 我們這些都差不多 你想說 因為我現在說的胡瓜 可能要用 稅關鍵的炒水 我只會拍這個 他賺多少 因為 你怎麼拍到上面 不是 因為 他都會給我出賣 好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兩個要去旁邊 本來 我都叫他說 比如說六萬 一、三萬 他回來我說 兩萬 我只會半我一萬而已 我都不知道 他一定都這樣 真的 真的 不然會死 就不能叫人 那個 他就 像以前那樣 日進 朵金 還有黑道 你怎麼剛才 黑道 因為這次 王蔡有來的 我們節目 就說到 他說他比較沒有土地 因為他 他在租場已經是最沒機了 以前是土地 什麼事情 大概都拜託幾個人 楊烈 他大哥 林宜鴻 都拜託人手 你怎麼土地 沒有 沒有啦 我說 我們已經 我跟胡瓜 我們那個 其實我跟 我跟他說 他很穩 所以你說王蔡還 都特別 他們太穩 他跟我們 他 我怎麼跟你怎麼 水神被禁止 那都 都沒有 世界不一樣 其實我們世界不一樣 然後我們兩個 大概是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說 我如果出事 這 這新聞 對方就開始了 啊 因為 你說高臨風 還是那個 第一個人 他們都是南部 南部在開什麼 其實不會啦 其實 還有我們做人 還有什麼 我覺得 我是沒有碰過這樣的事 是 但是 我聽說 這檔做完 就結束了嘛 結束了 有的人 沒有錢 如果有的 拿到錢 有沒有 聽到人家 你不叫 放在那裡 我都要拿錢 我就輸了 就簽一個條 沒有 沒有簽條 我 不用說 其實也沒有複雜 我是覺得 這個 還是有個人個人的方式 沒有啦 因為我問這個 聽說你很麻煩 就是說 你們家的問的 收拾 大家都有一支 什麼東西 蓋了 這支 這支 你要學會 那支多少 不要問那 結果你去買幾十幾萬 就結束了 結束了 我就跟你講 其實我的人生觀念 我從小到到 我都有一個 就是我 身外之物 我都 你像我這個 像我這個 像我這個 我只是送人 這支五百幾個 來 我沒信任我也送他 我就很喜歡送人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家裡 我真的 誰都可以去我家搬東西 就沒聽到 順子說 他的殺肚子 閃開 十四 九四都我的 他又說 另外一支呢 他會搶的 搞事我送給他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要 比方說我這個衣服 你穿得好看 我就很喜歡讓你穿 我就覺得 還有我又就是說 身外之物 都屬於有緣的人 是 我就 孫子送我送給他們 因為我都送給別人 他只要給我 我真的就給他 人家都拿下去 孫子 你們三個送我這個 他就 他說 甚至是很小器 你知道送我一個 他心裡要滴很多滴血 對啊 為什麼有啊 我都會 水上我就是沒有 他像 這是頂哥的 他說 可以找到一個 你再送我 我都沒有給你 沒有他 又送我 我是希望把 我真的是一個 非常大方 然後我喜歡把歡樂 快樂 帶給大家 散播歡樂散播 帶給大家 我們沒有辦法 分享 我真的 因為我覺得 某些東西你 或者說我的衣服 我覺得你穿了 我沒有 幾乎沒有一個南哥型 沒有穿過我衣服 包括楊烈 什麼文成 我都送過紅英雄 我都幾乎沒有穿過 包括他 好楊烈 對不對 我上個位 錄影 我今天三四萬 我也送給他 我很喜歡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我們所有的歌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當然我覺得 一定要再找一哥來 聊什麼 聊音樂 我們其實在錄影前 一哥 我跟一哥講 我很喜歡他的歌 他不相信 你說你唱 大家都聽過 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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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厲害 這不厲害 那國後三年 就是 我唱 《煙花入主》 這條官 它不是人們 但是沒有幾人知道 這是一哥的創作 OK 所以呢 我們說 我一定會再請一哥來 而且我們好好的聊一下 所謂的詞曲的創作 第一歌 真的有歌詞嗎 一哥跟你說 不行 第一歌很漂亮 那今天非常謝謝 一哥來到我們的現場 其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